今天在跟我语谈的是郑德馨 这个教授 他目前在东吴大学任教 也是东吴大学这个中东欧 这个研究中心的执行长 他留学这个捷克 查理大学是非常知名的学府 我们今天来谈一下这个立陶宛 立陶宛最近在国际间声量很大 一个小小国家两百多万人 因为准许台湾用台湾的名义 这个中华民国这么用台湾的名义 设计所谓的台湾办事处 台湾代表处 这是所有欧洲国家 所有全是第一个用台湾这个名义 当然你如果用强 用比较严格的说法 是对于比较有一种意识形态的 这种名称 有一种比较强烈的字眼 但是也让这个立陶宛 在国际间的声量很大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也非常支持这个立陶宛 然后立陶宛最近也收到了 很多欧盟国家 你怎么样看待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捷克 我们之前也提到捷克 捷克对台湾也很有善 那捷克有没有可能 跟立陶宛一样 把现在捷克 台湾驻捷克的这种办事室 驻台北京进化办事室 也改名成这个台湾办事室 有没有可能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 可以观察的 我觉得立陶宛是一个 就是怎么去看立陶宛 这个国家这件事 就是说立陶宛是1990年独立 1991年才跟中国签订 所谓的建交公报 然后从1991年到现在 2022年或2021年 这样子一个 两国所发展的关系 其实也只不过30年而已 也就是说 其实翻开中国跟立陶宛 交往过去的交往关系史来看 其实也只不过30年 然后在分析这30年 其实一开始 两国的领导人都有互访 所以江泽民还有去过立陶宛 立陶宛的总统总理议长 其实也都常去中国 那中国跟立陶宛的冲突 也只不过是这两三年 而且是不断的加剧 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 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也就是两个极度 极端国力不相称的一个抗衡 而且好像大家都还在看 就是后续发展 其实我觉得从国际政治 这样一个舞台来看 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一直在 抱持着在看戏的心态 然后在看立陶宛跟中国怎么做 其实大部分还是在看 中国它下一步怎么做 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十七加一 是中国参与的很重要的 一个想要推动的一个国际策略 可是十年之后 其实问题也不少 那以2018年之后 中美对抗逐渐加剧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把立陶宛 当成美国可能一个国益的棋子 但是假如是这样子的话 我是觉得美国这一招棋 其实下得还真的蛮漂亮的 也就是它把立陶宛 可能退出去跟中国对抗 我觉得这个成本其实是不高 然后会类似中国 那假如是以这样的一个 一个看法来看的话 其实十七加一要去找另外一个 像立陶宛在一个国家其实 其实不难找 不一定是捷克 就是说包括跟立陶宛相差不多大小的 然后也没有跟中国这么亲的 然后对中国有维持的 假如美国再拿一个出来跟中国玩的话 那美国中国本来就很担心所谓的骨牌效应 但是假如这一些棋子让美国一个一个玩下去 那我想中国这个一定是会焦头烂额 那这个是从美国对中国时期加一 我自己的看法是我觉得美国刚好是接力使力 就是说你这样玩我就这样跟你玩 而且可能前面大家也没有去想到 立陶宛出来作这样一个局 那因为前面就是走得很顺 那突然就是2019年包括今天的总统 然后出来讲话 还有国安报告里面 然后那个其实这些事情都发生在 中东或其他国家 但是为什么立陶宛最后他用这个 就是说那个11月18号那个让台湾挂牌 这个是底线这个是红线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让中国最不能接受的 所以中国一直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很多仿制 但是假如说以立陶宛这样一个棋子 在中东欧现在要来找的话 我觉得未必是捷克 因为捷克毕竟跟中国还有很多牵扯不断的一些关系 可是再往南边走那就很难讲 比方说哪些呢 比方说像斯洛文尼亚总理 他就出来声援立陶宛 那其他中东欧国家也没有像斯洛文尼亚这么积极 那这个当然就会有一些想象 但我觉得话说回来也就是说 其实中国在中东欧的这样子的一个17加1 我自己觉得或许也应该是到自己去盘整的一个时候了 也就是说17加1跟一带一路 因为17加1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参与组织 那后来有一带一路的时候 17加1他还是维持住 所以他并没有说用一带一路完全去推 所以17加1是一个中国跟中东欧 关系维持一个很重要的机制 可是走到今天 其实因为之前美国没有这么积极介入 但是现在美国假如要进去跟你玩的话 我觉得中东欧是一个中美另外一个新的战场 而且这个战场来讲对中国未必是很有利 因为光是一个立陶宛你都搞的这样子 万一我再给你一个 他送你一个再给你一个 那整个东东欧会往死中国 提到这个立陶宛 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美国建立实力 那中国的这个17加1 这个所谓的策略需要盘整 那您的看法是 为什么今天中国的17加1 碰到了一些难处 那美国又怎么样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好处 能够继续去玩这个棋子 其实我自己感觉就是说 因为中东欧 我觉得自己就他不同于中南美洲 中南美洲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就断交掉了 我们那个地方距离我们太远 我们也是边场莫及 可是中东欧这个国家毕竟是欧洲的边陲 虽然他中南美洲是美国的后院 可是我感觉 美国他在抓中东欧的时候 因为欧美的这样一个命运共同体 然后整个一个全球那个战略的一个考量 所以整个中东欧这些国家 他必须靠北约的一个保护 靠美国的保护 然后他其实去算那个成本 其实也并不是不划算 就是说以现实的利益去看的话 他的损失跟他所得到的 其实是可以去考量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很多那个抽象的 什么民主啊 然后那个历史记忆啊 这些这个东西都可以去做文章的 这个东西都其实什么民主价值 民主国家 这个是美国他可以去操控的这个部分 这个是可以去玩 可是我们要看的是实质的那个东西 这个实质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对台湾会有点警讯 也就是说最近几个立台湾的社会民调 其实是透露出了一些一些那个讯息 第一个就是先认的那个那个那个民调太低了 没错好像往往下跑 是10年来最低最低 而且最支持台湾的地台网外长 南斯伯提斯 他的民调支持度才15% 又下降 那甚至于外长因为也牵涉到 其实这些都是中东民主国家的最主要的弊病啊 的问题就是贪忽腐败 那你一牵涉到这里面 其实 你就很难牵涉清 其实南斯伯提斯他也有牵涉到这里面 他还有向总理提出此诚 只是总理不让他走 假如这个就是台湾的外长走了 那我们台湾怎么办 所以 你提到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刚才谈的 您谈谈立陶宛的事情 因为总统立陶宛总统讲清楚 在台湾用台湾名义 在立陶宛设的办事书之后 当然中国使出了很多的这个做法 包括降维代办啊 召回所有的这个大使 然后未来现在中国跟立陶宛的关系 等于是几乎等于是类似 停滞跟兵点这样子 那但同一时间 那这个你也看到了 这个立陶宛总统讲的清楚 立陶宛是要发展跟台湾的关系 希望在经济文化上面 设立代表处的方向是没有错的 但是用用台湾这个名义是错误的 他讲的很清楚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就是说 他希望继续发展跟台湾的关系 但是用台湾这个名词 当代表处是是错误的啊 但是外长看法不一样 你跟他讲的一个重点 中东有很多国家 在做对外市政的时候 碰到了很多所谓的贪污腐败的事情 另外一回事 因为有人在有人有专家在提到 外长会同意台湾用台湾代表处的话 是不是涉及到白俄罗斯也有关系 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政治角力关系 其实这个立陶宛也是200多万有国家 而已 但是国内的政治巧利也是也是蛮严酷 你怎么样看待 是 以目前就是说立陶宛总统 他其实他也讲这个话 也不是说他是亲中或自治中 反而是2019年他当选总统的时候 其实他也有就是反对中国 他投资在他们的一个港口 一个建设工作 这个让中国也非常的反感 所以这个总统 他在他在这次的民调里面 他是唯一一个政治人物 大概获得到的民调接触是破五层的 所以立陶宛的人 其实前面讲到 因为立陶宛他对中国 没有根深蒂固的一个敌意 所以就说总统讲的话 他主要可能也是一个马后炮 就是说看到了这样一个情况 假如当初用台北不就好了吗 那他讲的这个话 倒不是说因为他支持中国 或者是他的一个政治立场态度 而是觉得国际现实这个现实主义这个部分 应该是要要维持 小国应该怎么去去 去维持这样一个硬做 应该有小国的一个一个硬做的模式 所以我觉得那个立陶宛 那个那个总统应该是在立陶宛里面 应该还是比较讲实话 而且是比较受支持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 那这个内阁 立陶宛这个内阁的民意基础 包括这个女总理 她过去当财长的时候 她的民调都很低 所以其实我们可能 我觉得台湾我们这边 其实也应该多去 我觉得应该要有更多更多的 那个准备的一些对策 你提到你点到一个重点 如果说因为现在女总理 她的这个民调也很低 外长民调更低 如果一旦他们都不在位的话 今天中国跟立陶宛的关系 或者台湾跟立陶宛的关系 是不是会发生另外一个情况出来 这个这个是很很难讲 因为过去也没有 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在欧洲在中东 那个以政党政治来讲的话 其实民调不高 有时候也是蛮普遍的情况 这个高高低低 有时候也都很难说 所以今天那个最主要就是说 我个人感觉 那个 因为外长是被指控 跟白俄罗斯之间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部分其实以过去几个国家 以斯洛伐克前总理 他也是因为有 有那个贪污的情况 他就下台 也才两年前 这样一个 所以其实中东你可以玩 但是不要超过那个线 那假如这样 那个外长一离开 因为这个外长他也是有一些家族背景的 那假如他离开的话 不知道下一个 接他的人 对台湾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这么支持 不过我觉得也不完全是这样 因为他们的 此外像杰克这样 整个那个换掉 否则他们还是有一个一个延续性 因为这个 我想立陶宛也 也不是一个随便乱来的国家 所以这个还是 会为了中国持续困扰的一个地方 你觉得 抱歉你请讲 就说 不是立陶宛 我刚讲过说 万一另外一个国家又出来像立陶宛这样子的话 那中国确实是很头痛啊 嗯 中国并没有跟立陶宛断交 当然这个 你刚才提到了 这个台湾这个代表处算是一个红线 因为 可能北京很担心 被这些古白效应 其他有欧洲一些国家来来仿效 来用这个台湾代表处这个名义 那这是一个红线 那当然他是降为代办 你觉得中国下一步会怎么样跟立陶宛来 因为他现在已经对立陶宛进行一些所谓的贸易制裁 也引起了立陶宛的这个这个担心 或者是一些一些变 内部的产生一些政治变化 很多欧盟的国家也支援支持 支持给立陶宛 希望立陶宛能够撑下去 但是也提不出一个具体的办法 刚刚欧盟27个国家的外长 在法国刚集会 当然声援立陶宛的这个处理对中国的这个态度 所谓的这种威胁的态度威吓态度 法国这个法国也讲话 但是并没有提出一些具体的所谓的补救 或改善办法 只是说希望能够中国跟立陶宛的关系能够和缓下来 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主要是欧盟他 因为最主要背后支撑立陶宛的不是欧盟 但欧盟内部还有不同的声音 像德国可能也有很多都不太亮 就不太理解立陶宛 因为中国使出来的一些方法 其实是有杀伤力的 然后这主要是应该是美国吧 对那美国答应要 要那个给那个立陶宛一些可能一些钱 一些带款信用带款 然后台湾也也愿意 就是透过某种基金的形式 进入到立陶宛 我想长期来看 我觉得中国会不断的在施压 只是说中国会想什么样的手段 我觉得可能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觉得不断的施压 这是一定会的 但是不会断 就像过去他对荷兰的那个方式 也是历经了四年才恢复到两个国家的正常搬交关系 所以这条路其实还得再看 但毕竟实际上不是立陶宛 但就是说立陶宛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其实也引起了中国内部的我想一个极大的一个愤怒吧 你觉得这个中国的愤怒跟北京的不满 或者甚至说轻呼啊 因为传出当初立陶宛 就是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大家外界解读很多嘛 我想你也看到了很多分析嘛 那说不定中国搞不好会调整一些他的做法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 这个针对17加1 说不定中国也需要盘整 不然他也没办法因应美国的 美国在背后的一些使力 是我觉得就说中国对立陶宛的一个处置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资产戏是还没有结束了 资产戏是还没结束 因为毕竟有台湾代表处在那边 中国就是不能接受 那要怎么弄到那一个资产戏要落幕 我觉得很多人都在看啦 那当然就说往后是怎么怎么演变 那演变的几种可能 当然就是说 假如说立陶宛自己内部 先玩完了 那个解散了 然后重新改组之后 然后再重新一个决议 那这个情况也不是很正常啦 也不是很正常 因为假如是这样子的话 一个正常民主国家改来改去 这个很奇怪 就是说怎么样 到最后球反而是丢到立陶宛身上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立陶宛可能也吃不下来 因为这个是极度不对称的一个抗衡 那个立陶宛这么小 然后中国这么大 那中国其实内部的一个想法就是 反正立陶宛就是拿美国人的钱就是 才敢这么大声 但以我们今天看 比较担心的是这个立陶宛这个 内阁的这个稳定度 那你觉得立陶宛下一步会怎么做呢 改名字吗 继续设计代表数 但是改名字 还是说不动 还是说让他自然的 慢慢的时间换取空间 时间换取空间吧 他想改名字 他这个国家的国格也没有了 嗯嗯 因为我是我是嗯嗯嗯 当初这个荷兰潜见了 售台当然荷兰也遭受到很大的这个 对 不过法国因为法国这个幻象战机 是受给台湾 当然翻译法国的这个机体不一样 立陶宛当然不能够跟法 不能够跟荷兰比 当然更不可能跟法国 所以很难很难去看了 所以下一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到底立陶宛会怎么样来 来处理他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然后继续维持他跟台湾之间的 这个这个实施的关系 我们倒是可以再来观察一下 不过刚才你也提到了 时间换取空间 不过最后我想跟你谈一下 这个在美国跟这个中国之间的 在对抗之下 中东欧甚至欧洲也变成一个很重要 另外一个新的战场 你刚才之前的节目也提到了 那普京呢 这个苏联解体 带给苏联人非常大的灾难 那普京从2000年执政以来 整个他的名义声望非常高 克里米亚战争 甚至车程的第二次战争到现在为止 乌克兰现在乌克兰又有危机 他对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虽然在国际间大家很不满 也很不满意 而且也很那个 但是他在俄罗斯的制度很高的 所以你觉得在这样子 中国美国跟俄罗斯之间各有自己的想法 各有各自各海鬼胎之下 你觉得中东欧怎么选择 中东欧这些国家以前又受到树林很大的控制 但是他有很多的大部分的加入北约 现在又需要美国的这个安全的保护 但是这些国家大部分的国家又跟中国之间维持 所谓您刚才提到的可能需要盘整的 17加1的这种经济的一个框架 中东欧怎么在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之间 取得一个平衡或是各自生存 是 那个 苏联解体之后 其实俄罗斯人对格巴奇夫 对叶尔卿其实都有评价的 就说至少在俄罗斯民族主义这个部分 一直肌肉不振 那普丁是就是 那是一个民族英雄 然后 其实吃不饱 但是这个意志力是很坚定的 但也是这个意志力 当然就是会比较让 像波罗地亚像那个中东这些国家 比较不那么自在 那普京也发挥过了几次 像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决断力 所以他在俄国的支持度是相当高 那以中东这些国家来看的话 其实选择性也不大 那在安全上面 几乎也必须要受北约的保护 那北约大概就是 美国的一个支撑 在经济还有社会的发展 也必须要受欧盟的支持 所以整个 那个中东的 那个 欧洲化的情况 应该是一个方向不太会变 只是说 作为 国际地缘政治的缓冲地带的这个历史的宿命 可能也很难扁 西欧他也也需要 欧盟也需要 这一个狭长的地带 作为他跟俄国之间的缓冲地带 没有这个缓冲地带 俄国就在旁边 这个在过去来讲 但历史上面也都呈现出来 这是一个基督部文 而且很危险的 所以 其实中东欧这一些地方 我觉得 他也必须要选择他的保护者 那这保护者 其实选择性也不大了 也不大 那怎么样说 从这里面去得到利益 那这个利益 其实中国接近来 他并没有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个威胁感 本来只是说 来做生意 然后来那个 只是说 他的参与 我觉得他其实是高调进来的 高调进来 然后他所下的level都是政府层级 他没有降到那个民间的这个层次 所以他 中国做生意 基本上主要都是跟中东 的政府和这一些传统的中国政府所在意的 所谓的精英政治 精英在做交流 在做生意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我讲的 中国必须要旁整的是 中国必须要面临 中东欧的一个新的变局 这个新的变局是民主化加深之后 社会从下而上的力量 其实是重要的 所以他必须要去维持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中国政权在地的 在中东地方的一个好的观感 他才能够被接受 然后再来就是 他可能不仅是要跟传统的这些精英政党去做打交道 他跟过去的共产党跟社会民主党打交道 其实现在他可能必须要再降低他的一个高度 去跟更多的政党 那这个中国能不能做得到 其实他们自己去想 但是整个中东欧他其实在三角关系里面 他本身自己也有他变化的格局 那这个都是我们必须是 看三个强权 再加上中东欧我们对他的了解有多少 其实是在这里 否则只看这三个强权的博弈关系 其实会忽略掉中东欧本身的一个能动性主体性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台湾目前应该要更多了解中东欧的地方 你讲到很多重点 不过最后你觉得这个普京为什么对乌克兰 然后北约美国为什么又在支持乌克兰 是不是在乌克兰会 因为外交官 美国纽约制国外交官员协会 列出了这个今年2022年全球十大冲突的可能地方 乌克兰是其中一点 没有提到没有提到前一阵子我们发生的哈萨克的这个政变事情 那乌克兰显然是今年的一个全球很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当然牵涉到地缘政治关系 您个人的观察 普京怎么样看待乌克兰 北约又怎么样 不让你没办法 不让你加入 又私底下跟你compromise 然后又维持了这样的和谐 让你但是要警告俄罗斯 不能够入侵乌克兰 但是又希望乌克兰维持在西方盟国的 这个所谓的体制框架之下 然后又能够不要跟俄罗斯太高近 是 我自己感觉是 因为乌克兰很大 所以做一个地缘政治 但是大概我觉得 那个俄罗斯我想他们是不是真的很想要把整个乌克兰拿下来 其实我觉得也不至于如此 因为还是在地缘政治你直接面对面的对抗 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你没有反送地带 反而基辅那一边靠西方对俄国来讲 其实或许是最大的利益 但假如说跟他的冲突完全就是一种零和游戏的 一种完全的对决的话 其实对俄国也未必是一个绝对的好 其实把乌克兰拿下来 其实最接下来就是跟欧盟直接 就是直接的面对面 其实这个是会有问题 那这个以后光是维持这个边境这个东西 我想他也吃不下来 那哈萨克离太远了 所以乌克兰是接下来的一个 因为乌克兰是最特别 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历史关系 然后他又不想让乌克兰或者把俄罗斯靠西方 那这个对普京的英雄式的民族主义 这个东西他没面子了 所以其实今天普京能一直做总统 是在于他提振了俄罗斯人的民族 去对抗西方 这个可以 这个乌克兰的部分 在过去一两次的这样一个冲突 也达到那一个俄国人的一个实际的需求 还有心理的需求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再继续玩 我觉得其实是 我觉得是未必啦 未必 那毕竟 其实还有加里林格的那个飞地 其实在波罗的海 就是那个俄国要控制这一大块 其实他不是没有方法的 不过这个外交外交杂志 美国学者在外交杂志 提到最后一点就是说 他们认为 可能普京认为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可能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但是乌克兰他并没有很真心在意的 去想要处理一些支持 等于说讲白话就是口慧而死不至 所以我不晓得会不会情况演变成这样子 会让普京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想法 这个不仅是普京他会去想 当然就说大家也是会觉得 拜登他包括立陶宛 包括在台湾这个部分 大家也是怕他指望一半而已 所以就说他回到波罗的海 立陶宛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会很精彩 就是说他的他的决局他怎么收尾 大家应该是拭目以待 这个倒是真的好像也还没看过 有这样子玩的一个 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 到底立陶宛会怎么样落幕啊 这个中国跟立陶宛之间现在的外交冲突 还有台湾跟立陶宛之间的外交前进 或者说中国跟美国之间 到底在角力上面 在乌克兰怎么落幕啊 在立陶宛又怎么样收场 倒是可以观察一下 整个事情来看的话 以台湾这边来讲 其实我们是没有什么好损失的 顶多就是没有 因为以前也就没有 那现在我们有就前进 其实就是说 在整个多方国益的底下 就是说 现在可能相对损失最长的 应该是中国 就是说他一直被降下来 然后美国是背后在操控 在玩这个局的 那美国也没什么损失 他就是让立陶宛去玩 但是玩到最后 就看看你立陶宛怎么 怎么去收这个局 那对美国来讲 他损失也不大 我自己觉得 那如果说 照你想想 美国拿先去路 台湾拿先去路 然后中国可能是最大的输家 那谁是最大的赢家 这个就拭目以待 这个 对啊 因为以目前来讲 中国其实在设停损点嘛 就是看立陶宛 但立陶宛用的理由 就是一般人都很容易 其实他用的理由是很肤浅 但是就是能被接受 就是说跟中国交往没好处啊 都是中国赚钱啊 然后中国对我们也没好处啊 然后当然我可以选择 但是国际关系 是这样子完了嘛 所以很多 我们一样不是 对哪些国家一直不是都逆朝 逆朝很大嘛 我们能讲 但有些东西 经贸的结构很难很难去说的 但是你立陶宛要起这个局 那就是看看你怎么玩下去 不过玩玩局的人假如外长假如 他辞职了 那那真的是 不知道 那最后可能中国也不会是输家 因为这个又他有 他又有国际宣传的根据 对 OK 谢谢这个郑教授啊 这个在百忙中 跟我在台北跟纽约共同对话 我们谈了很多哈 我们从捷克 大家比较不了解 捷克斯洛伐克 谈到中东欧现在的发展 政经发展 还有捷克在 在这个私隆革命 民主颜色革命之后呢 到现在的民主政体发展 怎么样一个国家 怎么在共产民主之间呢 一下忽左一下忽右 然后今天得以慢慢成为捷克 在中东欧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 我们也谈到了立陶宛 现在目前站在这个所谓反中的第一线 到底怎么样进行下去 中国跟立陶宛之间的竞争 还有中国跟美国在立陶宛 还有中国跟美国在乌克兰 怎么样落场 还有台湾 怎么样在欧洲 更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实质关系的发展 我们在这个节目 非常非常谢谢这个郑教授 给我们的分析 谢谢你 谢谢你 OK 谢谢 再次谢谢郑教授 谢谢所有民进观众 我要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这个民进专访 探讨捷克 斯洛伐克 还有立陶宛跟乌克兰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感谢您的观众 感谢您的观众 感谢您的观众